未圆北约梦,乌克兰和美西方斗智斗勇 然而结局早已注定,猪篮打水,终究只能成空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淑君,欢迎收看严淑君论评 去年初啊,俄乌冲突爆发,一年多之后 乌克兰是地儿打没了,钱打没了,人也打没了 用一贫如洗,两袖清风来形容,毫不为过 而支撑他们打到现在的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加入北约 他们心中坚信,加入北约之后,乌克兰现在的损失的所有 都将会重新拿回来,并且乌克兰会变得更好 像他们梦想中的美西方国家一样 不过,美西方又怎么会轻易的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呢 为此,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明争暗斗 过程纷繁复杂,十分精彩,冲突爆发之前 美国就已经对事情的发生做出了精彩的预测 并给基辅方面通报了消息 之后,俄罗斯吐袭失败,闪电战打成了持久战 北约各成员国也纷纷暗中下场,先是提供情报 再是支援武器,最后雇佣兵参战 俄罗斯被成功放学,直到现在还深陷战争泥潭 而乌克兰也一直兢兢业业,努力当好美国手中的尖刀 从无二心,至少直到去年下半年都一直是这样的 不难想到,在这之前,北约一定是对乌克兰做出了允许入约的承诺 这才换来了乌克兰的忠心耿耿 情况在去年9月份有了变化 这月底,泽连斯基公开表示,乌克兰已经按照加速程序申请加入北约了 从乌克兰的角度看,他们已经和俄罗斯战斗了大半年 都快将俄军的弹药库存耗光了 对于美西方的皮俄战略有着巨大贡献 作为回报,入约事项,提上日程不过分吧 并且,在这个时候,乌东四周公投入俄了 以俄罗斯的秉性来看,除非打垮的 否则,这四周注定是拿不回来了 而以乌克兰自己的力量,这根本就不可能办到 但要是加入了北约,那就不一样了 成功盖勒会大大增加 就算最后还是不行,起码入约了 对国呢,好歹也有了个交代 但美西方让他们失望了 各国众口一词,帮忙防卫会竭尽全力 但加入北约不行,时机还没到 11月份,乌军的访攻有了成效 俄军撤离了赫尔松,而且随着冬季到来 战斗烈度也下降了一大截 甚至外界都传出来要和谈的消息,乌克兰方面 这时候心想,现代时机总到了吧 然而并没有,北约再一次拒绝了乌克兰的请求 之后,直到今年年初,北约的说辞都是闪开大门 泽连斯基公开批评,这样不够 夏季的北约峰会上,乌克兰需要看到确切的步骤 同时,还在乌克兰内部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腐行动 清除了一大批和他不对付的官员 大大增加了对乌克兰政权的掌控力度 在这之后,乌克兰和北约之间就有了明显的割合 2月底,拜登吐访基辅,放出的消息是提供5亿援助 但这么点钱,真的值得拜登冒险跑一趟吗?不太可能 我大胆猜测一下,事情或许有二 春季大访工就入约事宜安抚泽连斯基 但这种空头支票能安抚一时,安抚不了一世 从后面的一系列事件,比如泽连斯基被爆出贪污四亿 波兰多国禁运农产品等 不然看出美国在敲打泽连斯基,原因无非是不听美国话 4月底,泽连斯基和中国领导人通话商谈有关乌克兰危机的事情 消息一出,外界纷纷猜测 他这是害怕被美国抛弃,开始找退路了 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泽连斯基其实并没有想要和谈的意思 他的举动或许就是在借中国来对美国施压 之后,泽连斯基访问了欧洲一圈,收获了大量的军援 同时,北约还让乌克兰加入了网络防御合作中心 与之相对的是,加入北约的事情还是没有一点进展 甚至,勃雷利之言,就连各成员国坐下来讨论这件事都还远远没有敲定 波兰也开始牵头多个国家,说要让泽连斯基下台 这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手段,美国是用的炉火春青 但泽连斯基也不傻,乌军的反攻行动是雷声大,雨点小,完全没有实质成果 反而巴赫木特彻底失手了 于是,美国进一步敲打,泽连斯基被国内法院指控叛国 美方就是要告诉他,认清自己有几斤几两 谁知道,掌控住国家调查局的泽连斯基根本不处 反手就开始威胁,要是不给出明确的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计划 那他们就不参加7月份的北约峰会了 北约方面没办法,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外长会议上 当众表示,会尽快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 然后德国外长就站出来了 说不能让有战事纠葛的国家加入北约 这一唱一喝的,分明是在玩红白脸游戏 目的就是想用拖字绝,战事安抚泽连斯基 毕竟俄罗斯早就已经事先画下了红线 那就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否则后果自负 俄罗斯这番话是很认真的 美国也不敢真的在这个问题上搞小动作 但美国又不想让俄乌停战 那就只能不停地给乌克兰画饼了 要问有没有用,只能说能拖一时,是一时吧 至于乌克兰的北约梦,很明显是不可能实现的 泽连斯基政府再闹,美国也不可能会同意的 终究还是猪篮打水一场空 历史多次证明,站在美国一边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 各国还是要引以为戒 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